大家好 今天我来介绍一下挖勺药或者牡丹的工具 我们知道勺药和牡丹它的根系比较发达 而且它的都是肉质根 你挖它的时候肯定就是移植或者是分株 你把它根 如果你挖得不好把它挖断了 那么就会非常可惜 所以说就不能用那个锄头挖 这个锄头 这个锄头的面 锄面比较宽 你一锄头这么挖下去 这么一锄头挖下去 就极肯把牡丹的根挖断了 在下边 所以说我看何者他们挖 是什么 猪八戒的九尺钉耙 这种 猪八戒的九尺钉耙 你看 这个九尺钉耙 你看它的上边 它是尺嘛 所以说它的接面 就是它挖到根的可能性就变小了 所以说他们是用这个来挖的 这个来挖 这个你看 我这个工具是在 HOME DEPO买的 当时打折的三十多块钱 现在好像看见没有了 如果里面有商店 就可以买这个 猪八戒的九尺钉耙 这么插下去 插下去 因为一般到了秋天的土很硬 那么你就先浇水 浇水 就是这个水轮头 对 就这个水轮头 水轮头你就浇水 浇水 浇水的时候让它涂软化 涂软化了之后 你就再用这个九尺钉耙 这么插下去 然后四周一撬 就可以把它敲开了 当然你如果没有九尺钉耙的话 你就用锄头 把它周围挖远一点 把它挖开 然后一点一点的 用锄头挖远一点 然后一点的刨开 但是这种九尺钉耙 我今天我就用这个九尺钉耙 这样敲 在它周围敲 把它敲松了之后 就可能拔出来了 所以说这个工具 要用这个挖 尽量用九尺钉耙挖 不然用锄的话就挖得很远 然后你再用手空慢慢敲 所以这个 要用这个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